我们这段课就是大V色彩是怎么调色的 也是这个章节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调色很重要 美食没有颜色就好比烧菜没有盐 我们观众是尝不到你做出来的美食 只有通过画面的色彩来传达这个食物 好不好吃 通过色彩来感觉到你的美食诱不诱人 所以说用户是看到视频是尝不到的 只能通过色彩来感受美食 所以说提升色彩对于每一个美食创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后期调色不叫怎么调不叫原理 那么调出来的颜色就不好看没有食欲感 那么调色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调色原理 第一参考颜色试波器调亮度和颜色 一定要参考我们的试波器 这个试波器来调节我们的亮度跟颜色 第二个我们调考大V色彩对照调色 因为我们自己盲目的去调色的话 是感觉不到颜色的 我们要去对照的大V的视频进行对照的调 这样子会让我们调出来的色彩感觉会更加的快 数据只做参考要理解含义 所以说我们调节这个数据 很多人问我 你这个数据调多少 数值是多少 那么这些数据是没有任何含义的 有的每一道菜和每一个镜头我们的数据都会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理解调色的一些方法 才能更好的来调节我们的美食 第四点 我们的美食最后要形成自己的风格 那么就是套滤镜或是拉腿 那我们开始实战进行一个素材进行调色 我们调色原理的先要打开这个试波器 打开试波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试波器上面的明度范围 越金就越零就越黑 比如说我们的木耳这些黑的地方就越近于零 那么越亮的地方越往上就越亮 那么这些白色的盘子 还有这些反光点 那么会分布在上面 这个像素点就是我们明暗关系的变化 越近越零越暗 越到上面越亮 可以看一下我们往上把明度往上提 可以看我们的分布点都往上提了 就是越来越亮 我们按越往下走 我们分布 分布在下面的这一块就比较暗 越往上越亮 越往下越暗 大家知道这个 看这个明度的范围 那这个是我们的红绿蓝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颜色 都通过红绿蓝组合而成的 那么可以判断我们的亮部 红色和绿色是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暗部呢 那就是蓝色比较多一点 可以看到我们主要是偏什么颜色 如果说我把色温往这边偏蓝 那么蓝色色调就上去了 那么往右偏那么红色色调上去了 只能换越偏红 通过这个视频吃播器上面这个图可以判定我们的颜色是偏什么色 当三个颜色平衡的时候 那么我就是我们说的白平衡 颜色就准确 比较平衡的 这个可以作为参考的价值 那么我们这边下面这个圈是代表的饱和度 看我们的饱和度 上面有红色的点 比如说个2代表红色 Y代表Y代表黄色 B代表绿色 这些都是代表各个颜色 那我们调节的时候可以看我们饱和度越高 我们的这个饱和度的这个数据分布的东西就超出去了 当超过这个点 超过这个点的时候了 这个就提示你已经过报了 那么需要收回来 一定要收回来 我们调饱和度的时候 调红色饱和度 黄色饱和度 绿色饱和度的时候 一定不要把这个 一定不要超过这个圆圈这个点 那么中间这一块没有点怎么办 那么每个点之间有连接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每个点与点之间有连接线 我们连接线 超过这个连接线也不可以 比如我们这一块 已经超过两个点之间的连接线 那么我们这个也是过报了 必须要收回来 所以说这个圈 是看我们的饱和度 偏向于哪里 有没有过报 它这个红色肯定偏向于红色 黄色偏向于黄色 绿色偏向于绿色 这个B就是蓝色 偏向有蓝色的话 会偏向于我们蓝色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试播器 试播器到底还有什么用途吗 这个试播器还可以分析 我们对标的账号的一些好的作品 把它下载下来 放在电脑上面可以看一下它的试播器的分布 比如说这个作品就是一个大V的作品 可以看它我们的明度 它大概的明度大概在600 比较暗 那我们调色的时候可以把它控制在600 那么暗部更加的接近于零 我们大部分的明度分布在90 到600左右 所以说它整个画面会有点偏暗 还有我们的红色绿色蓝色 可以分析出它的红色其实是比较多的 因为它的桌子它的辣椒比较红 那么整体看起来会稍微偏红一点 所以说这个风格会偏暖色调 那么它的饱和度呢 可以看到它其实离这个方框很远 那么只在这个位置 那饱和度没有那么鲜艳 饱和度稍微适中 比较柔和 控制饱和度的时候 也可以根据这个试播器 来判定我们大V的色彩空间 现在这个下面这个素材是 已经剪好的素材 没有经过调色 这里都没有回复 没有经过调色的 现在都没有经过调色 这些全是零的调节这里 然后我们首先打开试播器 把这个调整9比16 然后把调节层拉下来 点这个加号 好 首先我们把这个调节层 加到这下面的时候 我们首先把试播器打开 然后让我们控制亮度 我们整个画面分布在下面有点偏暗 我们需要把亮度整体拉高一点 拉高一点 大概分布在800左右 亮布在800左右 如果说我们对比度拉高 就是我们的黑的地方更黑 亮的地方更亮 对比度都更高 我们降低对比度 它们就是暗的地方 就没那么暗 亮的地方没那么亮 那么就加速在中间更加的灰 所以说我们最好是不动 我们通过高光阴影光感 来拉开我们的明度范围 那么高光拉起来 就是控制我们白色的地方 还有反光点 这些实物上的反光点 这些最亮的地方 就是控制我们的高光 那么高光往上提 可以看到我们的高光点往上就走了 目前对于这个画面来说的话 我们的高光要往下收 我们高光不要太亮 看太亮太刺眼看起来不舒服 我们需要把高光往下拉 高光往下拉 这样子我们画面更加的舒服一点 不那么刺眼睛 那我们再调节阴影 阴影是调什么的 阴影是调我们的暗部 我们暗部在哪里 我们暗部在黑色的木耳 还有黑色的背景部这些 还有黑色阴影 那我们把阴影往下降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黑的地方更黑 更黑的地方会更加的黑 木耳会更加的黑 那我们提起来 我们黑的地方就没那么黑 就稍微亮堂一点了 那么从通过这个画面来看的话 我们阴影往上加 加到加一点点就合适了 就是加到我们觉得 这个黑色的木耳 还有我们黑色的地方 觉得阴影比较合适的状态 往上提 那么光感是什么呢 光感就是我们的中间色调 就是我们这个中间色调光感 那我们光感都画面的中间色调在哪里 那么就是食物这里 就是我们中间的色调 那么光感往上提 就是把食物中间的亮度提起来 又是中间调提起来 往下降 就是把中间色调往下降 但是一般这个光感是往下降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往下降 它颜色更深 就是我们的饱和度把颜色给压出来了 我往上提颜色就更浅 更亮 更刺眼 我们要把这个光感往下压 而不动我们的饱和度 光感往下压 让我们的食物更有食欲 更加的浓厚 可以看得到我们的食物 食欲感就出来往下压 看我们的色彩 我们的浓 我们食物的色彩就给压出来了 我们再看 我们其实可能还有点偏暗 偏暗的话 我可以把高光往上提一点点 亮度往上再提高一点点 就可以了 我们的第一步 把明度控制好 一定要好 一定要把这个明度范围控制的一个 正确的一个明度范围 我们再来控制我们的第二步 校正色彩白平衡 校正色彩白平衡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明显的 有一点点偏红整画面 我们这个腐竹黄瓜 可能在淋这个油红辣椒的时候 会偏红这一块 我们要把它加冷 冷色调去让它的白平衡 较准一点 那么色彩色调往左拉 就是加蓝 往右拉就是偏黄 那么色调往左拉就加绿 或右拉就加阳红 那么这个画面应该是要加蓝 加点蓝 让这个白色的盘子看起来更加的正 让我们这个食物没那么红 那么需要色温色调往左拉 往左拉 看好我们的颜色往左拉 再加点绿 再加点绿 不要太蓝 我们收回一点 看好我们的白色把它调准了 那我们的画面就不会有那么红了 加蓝就是去红了 如果你要 如果你的画面偏冷 那么就往右边加 加暖 OK 我们把这个调节层的沟关掉 可以看到我们调色之前和调色之后的变化 其实动了明度 还有我们的色彩 那么第三步是控制什么呢 第三步我们控制HSL 也就对这个食材进行局部的调色 如果我们食材有什么颜色 有绿色 那我们点绿色 黄瓜 绿色 我们加蓝会让这个食材更加的新鲜 可以把绿色加点饱和度 加点亮度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度 不要加过了 如果加过了 颜色过于饱和 就会太假 不够真实 所以说我们控制这个局部颜色的时候 一定要控制好这个度 那么我们这个黄色 是指的我们这个画面当中 黄色的辅足 往右偏 那可能辅足加绿 往左偏可能辅足加红 我们可以让辅足加一点点红 提亮一点点 我们这个红色就是红辣椒 红辣椒太红了 我们要稍微降一点点 我们降一点点红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示波器这里 已经超出去了 我们不调的话 已经超出去了 这个红色过于饱和 我们要把红色往回降一点点 刚好降回到我们的方框 方框这里 降回方框这里 我们的红色就比较正常了 整体就不会那么偏红了 看 在降到方框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点这里 看 饱和度就看到这里 当我们画面出现过红的画面 我们就要把饱和度降低 下面红色的色相就不用动了 因为颜色红色是很准了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颜色 也就是橙色 我们画面有部分颜色也是橙色的话 我们可以控制它的颜色 加红或者加黄 它这个辅足太红了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黄 让它更好看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局部的调色 HSL 就看里面 就看你这个色 就看你这个食物当中有什么颜色 红色 辣椒 橙色 可能辅足 黄色可能有鸡蛋 鸡蛋 往左边可以加点红色 红色 让这个鸡蛋没那么黄 那么绿色就是青菜 葱花 香菜 就是让这个绿色 如果绿色的话太黄了 不好看 我们会加点蓝色 那么这个绿色就会更加的蓝 更加的绿 更加的新鲜 这后面的可能水果和火龙果的颜色 有可能是茄子的颜色蓝色 都可以根据食材的颜色 进行不同程度的调节 调节一定是点缀 不能太过于饱和 也不能过于艳丽 这样子不够真实 所以说这个是进行局部进行调色 那么最后一步一定要加一个锐化 加锐化就是这里 可能在30到40左右 等于这方面我会加回30 加锐化之后 我们的高光更加的明显了 会更加的突出 我们上穿之后 清晰度会更加的高 这一步是一定要加的 所以说最后我们要形成风格化的话 就要在这里加LUT 看这里有各种各样的LUT 可以添加 可以选一个我们经常用的LUT 这个LUT的强度要调低 往上提一点点 让我们整个颜色会偏一种青色调 青色调 这个是青色调 这个LUT在课程里面都可以有下载的 下载路径的下载包 下载之后大家可以直接点开调节LUT 然后导入LUT 比如这个LUT我想要 我就把它点打开 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就这下面就有了 这边是对应的 最后我们要整体看一下我们的颜色 那么我们的LUT可以形成风格化 我们关掉这个LUT 可以用这个滤镜也能形成风格化 我们滤镜也形成风格化 可以在人像里面 加上我们的透亮 人像 这里有个透亮 透亮不一定不要开高 开一点点就够了 这个透亮的风格 那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加一个盐绿的风格 盐绿的风格也是另外一种风格 那么我们不一定要加那么强 加一点点我们风格也可以 那么还有一种卵食的风格 我们的卵食的风格 让食物更加的有食欲 但是一定不要加太大 要加一点点就够了 根据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曝光亮度 看我们卵食的效果也挺好的 好 我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滤镜 那么滤镜可以自己去套用 自己去尝试 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这个滤镜里面可以看得到 不管套滤镜一定是最后才套 还有套我们的LUT 一定是最后才开始套的 最后才开始套 如果说我们最前期的时候 前期的时候 我们的亮度 没有达到一个正确的亮度 我们的色彩没有较准 一个正确的色彩 我们再套LUT的话 我们出来的颜色就会很丑 不好看 会偏色 所以说我们前期基础的调色 一定要把它调转 调好看 色彩不能偏色 然后再套LUT才能形成风格 然后再套滤镜形成风格 这样子的话 你的色彩就不会太乱 好我们调完颜色之后 我们可以多看大V的作品 可有效的提升色彩感觉 我们的色彩感觉 是需要培养的 可以多看看大V的作品 找找色彩的颜色的感觉 我们这个绿色到底多少 亮度在多少 我们亮度范围值在多少 我们的红色是偏红还是偏软 所以说我们可以参照 这些大V的作品 OK我们下一档课 就开始讲我们美食 剪辑调色 遇到的哪些问题 把它给大家回答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